哈囉 大家好 我是鬼鬼吳硬杰 我今天要來分享一下我的彩妝系列 首先我先講一下我的假睫毛 睫毛夾呢 因為我覺得東方的女生 沒有像西方的女生的眼睛那麼深邃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比較平的 當然這樣子不夠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睫毛燙 睫毛燙呢 算是我的 最愛的一個睫毛系列的產品 打開 從根部這樣慢慢的上來 然後上來之後呢 我就會往裡面壓 你看我的手喔 就是這樣 我會這樣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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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一個小秘方 但那捲度呢 如果碰到下雨天是不是就會塌 因為它的話我需要什麼呢 應該說它是睫毛的雨衣 但對我來說它不是雨衣 它是一個睫毛的打底膏 就是我自從找到了它之後 我不能沒有它 我都會叮嚀每一個化妝師 在畫我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一根 沒有這一根 我是不會給它畫的 因為它的捲翹的能力 你想要撐多久 就可以撐多久 重點是呢 它是開架式的 所以你去一般的那種 藥妝店都可以找得到它 你看到它的名字嗎 看不到 因為它被磨掉了 好 我介紹完畢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方志友 現在呢是志友的美妝時刻 就是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我非常非常個人 非常非常在意的一個美妝重點 就是我的下睫毛 因為呢 我的下睫毛是倒叉的長髮 所以呢 常常啊如果只有刷它一點點的話 是非常不明顯 以及會戳到眼球裡 非常不舒服 所以呢 我自己呢就研發了一套刷下睫毛的方式 第一個工具 就是夾睫毛器 然後你看到你的睫毛以後呢 貼近你的根部 然後夾 那小心不要夾到自己的眼睛 因為這種動作 通常只有自己可以做 別人幫你夾 一定會夾到你的肉 第二個道具就是 睫毛底膏 那呢 底膏呢先上了以後啊 就會讓你的睫毛 下睫毛先現身 那通常底膏我是先順的刷 就像梳頭髮一樣 然後有一點點Z字 就讓它可以均勻的沾到你的下睫毛門 再來呢 就是 纖長型的睫毛膏 然後記得都另一隻手可以幫忙拉一下 因為這樣子 睫毛會比較出來 你會比較好刷 因為你如果這樣直接刷 很容易刷到眼睛 那刷完以後呢 我其實每個步驟完都還是會稍微燙一下 然後它在睫毛膏還沒有乾之前呢 都可以很定型 那燙睫毛啊 其實呢 我覺得有一個小訣竅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你不是把那個睫毛器放上去就好了 你要順著弧形 你想要的弧形是這樣 你就要這樣把它燙下來 它才會變成這樣 不然你這樣燙 它只是被你壓下來一下 它等一下就回去了 你要順著那個弧度 你想要的弧度 然後這時候呢 再刷上濃密款的睫毛膏 然後 我自己很喜歡買這種有弧度的睫毛膏 因為 其實它就真的很好刷 而且你就很不怕 會沾到眼睛 然後最後的步驟呢 很簡單 就是刷上睫毛羽衣 它就可以定型防水 因為我之前拍故事都會暈開 然後它是唯一一隻 我後來發現 怎麼哭 它都不會暈的 哎呀哎呀哎呀 好 然後就大光告成了 整個眼睛啊 一到了下午 就是邊邊腳腳都容易暈的黑黑的 該怎麼辦啊 夾到睫毛的時候呢 像你的眼睛是雙眼皮很明顯的 對 所以呢 你的睫毛是完全綻放在外面的 所以你夾的第一筆呢 就是第一夾 一定要最深入裡面 所以就等於是說 從很深的眼皮裡面 對 先夾 然後夾三下 夾三下 不要再往外推了 夾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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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慢慢的變卷 而不是很大力的人 會讓它變直角 欸 真的耶 它就會放出來 嗯 然後夾三下了以後 中段再輕輕的夾三下 你因為說就是中間的地方 對 再往前推一點點 對 輕輕的 也是輕輕的不要往前 對 然後再往前 一樣再往前 夾三下 對 好 然後你把 是不是它就 就是那個弧形好漂亮 就跟你一樣 就是很自然這樣子 對 它就會這樣飛起來 而不是只是這樣這樣 那只要記住兩種 一種就是眼皮會壓到睫毛的人 或內霜的人 或者是 比較單眼皮的人 可能中段再開始夾翹就好 那像我們兩個這種 雙眼皮比較雙的 就從最里程 最根部 一定要先夾翹 不然它就會變得很直角 就不漂亮 就不會有那個漂亮的弧線 對 第一層一定要記得 是要越薄越好 不能再重複這樣子 不要一直堆疊 刷的時候 伸進去以後 就可以戴上來了 把你每一根睫毛 從前到後 都要過到睫毛膏 然後接下來 如果再是用這種 比較 濃密纖長的話 對 濃密纖長的話 就可以Z字型 那刷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 在根部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我很靠近你的眼瞼的部分 也是一樣 把它刷頭 過到裡面以後 就會往上戴 有沒有看到底層 就會濃濃的 而且是根根分泌的 對 就會根根分泌 就會一束一束 像羊毛毛毛的感覺 我們其實打底的睫毛膏 和濃密的睫毛膏 我們都是針對在睫毛的根部 所以你的睫毛尾端 不會有太多的睫毛膏 這時候你去加長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蟑螂腳 那我們刷的時候呢 就可以垂直的方式 然後往上戴 加出那個長度 有感覺到嗎 就是只有在尾端的部分 哇 原來我懂了 就是常常我變成就是 多了這一步的話 我整個睫毛的那個效果 是跟之前自己刷的 完全不一樣 好囉 那我們就告訴大家 最後的結論 第一個打底的部分 薄薄的 輕輕的刷就好了 然後呢 第二個部分 就是濃密的睫毛膏 濃密的睫毛膏呢 針對睫毛根部 Z字型往上刷 那針對在睫毛根部就可以了 那第三層呢 可以用纖長的睫毛膏 我們用垂直 毛件的部分 把它往上拉長 這樣子就可以製造 非常濃密 綻放的睫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ivian 聰明華 今天呢 要教大家的小tips 就是 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下睫毛 讓自己的眼睛變更大 所以我們簡單挑好 先從比較淡色的部分開始 沾一點點 輕輕的壓幾下 然後呢 我會再用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把這個三角形地帶的部分 定量填滿 那因為這是小心機 所以你不能畫得太明顯 所以就是偷偷偷偷一點一點 讓大家看不太出來 差不多刷到中間的部分 把下眼影的底打好之後 接下來最最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怎麼刷下睫毛 首先下睫毛 其實現在有出很多 就是專門for下睫毛的睫毛膏 就是它的刷頭會比較細 有弧度的地方先 讓它刷一次 讓它 它的弧度剛好可以讓下睫毛 就是往下 這樣子比較有一個 俏俏的弧度 那有一些到後面你會覺得 因為像我睫毛有些地方比較短 所以你就覺得 我這邊好像刷不到會弄到皮膚 你就要值得 好了 讓下睫毛就是有根根分泌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會用第二個刷頭 因為我的下睫毛算是比較短 但是又比較沒有那麼密 所以我想要讓它更密的時候 我就會用另外一個刷頭 就是讓它變得更濃密 所以一樣用同樣的方式 讓它增強它的密度 其實我覺得最後你再自己檢查一下 如果它要打結的話 你就用這個刷子 簡單的刷一刷 它就會根根分明 然後你就可以擁有一個非常整齊 又很濃密的下睫毛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夾睫毛就是夾翹翹的就對了 那是因為上睫毛 可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下睫毛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有夾下睫毛的一些小小的撇步 然後我就會手拿睫毛夾 然後放在下睫毛的地方 稍微夾一次 發現OK我夾到睫毛了 然後我沒有夾到肉 再按一次 讓睫毛整個是往下翻的 你可以呢把睫毛膏打開之後呢 你會覺得上面有很多睫毛膏對不對 下睫毛就要把它刮乾淨才會 根根分明 就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得到刷毛的時候 然後呢不要這樣刷 因為這樣刷其實 它並不會比較濃密 你當你這樣刷的時候 下睫毛才會真的比較濃密 我會先用Z型的方式刷 等到它濃密之後 再直的刷 這樣就會先濃密 然後再捲翹 等到下睫毛乾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刪一下 等到它乾的時候 你再去用同樣的方式 再夾下睫毛 它就會整個像花朵一樣 展開 你看這邊已經夾完又刷完之後 是不是跟這邊差蠻多的 希望教大家這個小撇步呢 大家每天都可以有電眼的眼妝 有趣喔 你估計出什麼小的小的小的小lands 包裝得什麼小的小的小的小你的小的小的小